你好,感谢你每天听本书 今天我们要分享的书叫逆向管理 副标题是先行动,后思考 逆向管理这个词听起来比较深屁 它实际上是讲我们在职场中非常关心的一个话题 我们如果要成为一个合格的领导者 优秀的领导者应该怎么做 管理能力该怎么提高 管理能力这个词听起来好像是和领导者有关的 但事实上对我们每个职场的人来说 都需要有管理能力 比如我们大家参加工作时间久后 随着工作经验的增加能力的提升 就会越来越多的去面临承担管理的职责 而这个不一定说是给你正式任命成一个领导 而是说你会有越来越多的机会协调和组织各种资源 来实现某个任务和目标 这个过程它就是管理 这个时候你可能会发现 有的人他从过去的技术岗位转到管理岗位之后 就如鱼得水 很快的就把各方面事情打理得津津有条 可以有些人呢 很长时间也转不过这个弯来 和他一起合作的人呢 要么就觉得很不满意 然后要么就他做了很久 成效也并不显著 那么问题就来了 这个管理能力是不是是有人天生的差别 管理能力到底能不能学 有没有方法和办法呢 今天这本书解决的就是这个问题 逆向管理的作者啊叫艾米尼亚伊瓦拉 我们每天听本书节目 此前讲过一本书叫转行 哎 这两本书是同一个作者 也是伊瓦拉写的 我们这里呢再简单介绍一下它 伊瓦拉呢是欧洲工商管理学院的教授 在哈佛大学担任过13年的教师 主要就是教企业管理和原理资源方面的内容 他本人呢就是一个非常著名的管理学家 被哈佛商业评论称为21世纪最重要的50位管理思想家之一 那我们都知道 关于如何做一个好的领导者的书籍 真的可以说是汗牛冲动 不过呢 大多数管理学的书籍 他们的切入角都是从结果入手 什么意思呢 也就是说他往往是研究一个好的领导者是什么样的 比如他会得出结论说 他们往往是果敢 有热情 很有决断力 有毅力啊 有大局视野等等 他告诉你什么是好的 你去做 但是呢 你想管理这本书的视角很不一样 他并没有直接从这个结果入手 而是关注转变的过程 也就是说 如果从一个普通人没有管理经验的情况下 要成为一个领导者 他究竟走哪些路最后能顺利的成为领导者 这些原本应该及早做 但是大多数人在转型的过程中没有意识到的问题 就是这本书研究的 他告诉我们 如果我们要成为一个管理者 怎么样有一条最小阻力的路径 正确的结果来自于正确的过程 伊瓦拉根据他多年的研究 采访了数十位顶级的企业领导者 他得出了一个很重要的结论 最有效的路径是由外而内的成长 换句话说 你就要遵循先行动后思考的方法 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聊的话题 我们的话题分为三个部分 第一 为什么作者认为成为一个领导者 要先行动后思考 第二 我们需要做那些改变 第三 在这个转变的过程中 都要经历哪些阶段 让我们一个一个问题来看 先看第一个问题 为什么作者说 我们要先行动 后思考 你看我们大多数呢 从工作岗位慢慢转型 承担一些管理责任的时候 往往都是这么做的 我先想一想 我要管理的这个事 做的事情是什么 我要采取哪些措施 我怎么样把我的团队带好 我接下来要采取哪几个步骤 这种模式呢 我们基本可以总结为是 先思考后行动 就是说先想好我要该怎么做 然后呢 去采取行动 可是作者说 在一个人要成为一个全新的领导者 这件事情上 还真不能先思考后行动 而是要先行动后思考 这是因为作者说 先思考后行动这个方法 它本身是有适用范围的 在那个环境和情况比较稳定 比较熟悉的领域时 你就可以用这个先思考后行动 比如本来就是你很熟悉的工作 你只是需要进一步推进和改进 或者说前人已经把这个路 走得非常熟练了 而你过去做的也很相似 那这个时候 你都可以采用先思考后行动的方式 成功的概率是很大的 可是作为一个领导者 你的工作和过去 是有一个很大的不同的 你现在面临的工作任务和性质 和过去是不一样的 你的同事关系 你在组织中的价值也是不一样的 这个时候你没有做过管理 你不知道管理应该怎么做 你接手的任务和形式 完全是全新的 那如果这个时候 你还用先思考后行动的方法 那就有很大的问题和风险了 为什么呢 这里面有两个点 第一个点呢 可能我们会想了很多的方案 得出一些结论 但是这些结论真的可靠吗 我们都知道 纸上得来终绝前 觉知此事要功行 就是因为我们没做过一件事情 所以我们会不容易抓到 那个问题的关键点 或者是我们可能想到了 但是没有足够的重视其中的一个领域 也会让我们遭遇很大的困难 因此在面临一个全新的领域的时候 我们还仅仅是先思考后行动 那么就会有这样的风险 第二个风险是 因为我们没有做过管理 没有这方面的经验 所以其实我们的视野和思路是狭隘的 换句话说 即使我们思考的再多 我们也很可能是有重大的系统性的漏洞和缺陷的 可能导致我们想的问题 根本就不在点上 没有触及真正的问题 这就是作者为什么说 先思考后行动 对于我们从普通岗位 从过去的一个角色 转换到一个全新的视野的时候 它是不适用的 我们需要改变的是 先行动后思考 作者有一个学员叫雅各布 雅各布是一个食品厂的经理 管着一个食品厂 后来集团就给他分配了新的任务 同时管两个工厂 过去在管一个工厂的时候 他的管理风格就是属于那种比较细致的 势必公亲 好在只有一个工厂 他也能够勉强完成 可是当他接手两个工厂以后 问题就来了 他每天亲自处理那些琐碎的事物 已经把他的几乎所有时间都占了 他根本没有时间去处理一个领导者 真正要去做的把控大方向 思考战略任务这些方面的工作 雅各布他自己也知道 作为一个领导者 他一定要多思考这些事情 可是光是那些具体的琐碎的事 就把他弄得没有精力了 他该怎么办 雅各布说 我要每天花两个小时的时间 来想一想自己的战略 可想而知 结果也不会特别成功 为什么 因为他仍然是在过去已经习惯的思考路径和方法下来寻求解决方案 而真正的问题是他自己面临的工作环境 工作挑战和工作要求已经完全不一样了 战术上的努力改变不了战略上的问题 其实这样的问题不仅仅存在雅各布这一个人的身上 读者调查了他在欧洲工商管理学院的学生 从2011年到2013年 在173名的调查中发现 几乎有一半的人在这期间 他们的公司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有的人是公司股东发生了大变化 有的人是公司战略发生了变化 有的人自己本身的职集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这么多人发生了这么大的环境变化 可是几乎很少有人真正的对这些大变化 做出大的调整 绝大多数人还是在用过去的工作方式和思路 来处理新问题 那作者就问这些学生 你觉得你们现在的做法能够应对新的挑战吗 结果呢 70%人都认为他们现在的能力 没法适应新的挑战 可问题就来了 既然他们都知道这个过去的做法靠不住 可是他们为什么还一直沿用呢 那就是他们不知道除了这样做之外 还能怎么做 这个问题怎么解决 那就是作者说的 要先行动 后思考 由外而内 具体怎么样能做到先行动后思考呢 这就是这本书讨论的第二个话题 这个先行动不是说 让我们赶紧立刻行动 把手上的任务去做完 不是 这里的先行动是指 你先改变自己的外在行动 先按照一个优秀的领导者 他该怎么做的方式 你照着去做 哪怕你还没有理解他为什么这么做 即使你只是在外在的表现上 像一个领导者 也会让你逐步的刷新 自己对领导力这个概念的理解 进而改变你的认知 逐步你就成长了一名真正的领导者了 所以啊 这个先行动后思考 它更完整的解释应该是 先采取领导者的行动 再思考为什么要这么做 那么问题就来了 做什么样的事才能表现得像一个优秀的领导者呢 做的说 这个领导者和普通人之所以有差别 是因为他们在认识上就和普通人有差别 这种认知上的差别 才导致他们具体领导行为上的差别 你要表现得像一个优秀的领导者 你就要学习他们究竟是怎么认识事情的 你只有升级自己大脑中的认知 你才能真正的像一个领导者那样采取行动 那领导者有什么样认知呢 至少有三大认知和一般人不一样 第一 他们对工作到底是什么 理解不一样 第二 他们重新定义了人际关系是什么 第三 他们还重新定义了自己是什么 第一个 重新定义我们的工作究竟是什么 其实普通人和领导者的差别 就在于我们究竟把时间花在什么地方 对于大多数执行者而言 我们的时间任务就是花在完成工作计划和任务 可是对于一个领导者而言 他真正要花时间的 却是在领导者能够起最大价值的事情上 我们大多数人在这个工作的过程中 其实很容易陷入一个能力陷阱 就是我们很喜欢做自己擅长的事 忽略了其实我们在很多其他地方的能力也是需要锻炼的 比如如果你是做技术出身的 等你成为项目经理以后 可能你还是会花很多时间关心技术好不好 如果你是做市场营销出身的 你成为副总裁以后 你仍然也是关心公司的市场做的好不好 营销好不好 我们会以为过去让我们获得成功的东西 在将来也会继续起作用 其实想要用旧办法解决新问题 往往是要栽跟头的 那怎么样才能避免自己掉入这种能力陷阱呢 作者的建议就是 你不要按照你过去熟悉的做法来讨论你 接下来该怎么做 你要做的是花时间思考 领导者真正该做的事情是什么 换句话说 你只有理解了真正的领导者 他们的工作价值是什么 理解了领导者的工作意义是什么 你才能知道自己该做什么 而不是自己过去熟悉什么 那么领导者工作的意义和价值 正确的定义是什么呢 作者认为有两个方面非常重要 第一个 就领导者要做那些 即使看起来没有眼前利益 但是对公司有长期价值的事情 这一点就是他们定义的一个很大不同 比如作为一个领导者 那在公司就应当承担一个 像桥梁的角色 把公司中的不同的人 不同的组织连接起来 而不仅仅是多处员工完成任务 其次呢 领导还要思考 未来会有哪些可能的变化 让团队知道我们怎么样应对未来 这样呢 大家也更有憧憬和信心 同时主动去做那些 能够增加自己影响力的事情 我们只要让自己影响力更大 才能更好的调动资源 最后他还应当去把自己的想法 经历和做的事情和团队发展的愿景 结合起来 这样呢 也能让大家理解和支持领导 所以这些事情 看起来不会对某个项目业绩 有立竿见影的作用 可是这些才是真正有长期价值的事情 你如果不理解 你先照着做 所以这是要成为一个优秀领导者 你先得和他保持一致的认知 领导者对工作理解 还有第二个方面 那就是他会把工作当成一个能力提升的平台 比如你可以从更开阔的视角去思考 你所在的岗位 你的公司 你所在的行业 究竟处于什么样的位置 在这样的行业发展大背景下 新的技术会怎么样影响你的公司和你的岗位 甚至人们的消费行为习惯 在发生什么样的变化 对我们有什么样的影响 多去从这些更高的尺度上思考问题 就会让我们对自己的工作的理解认知完全不一样 这是培养我们良好的定位感 打开我们事业的一种很好的训练 这种思想训练 也是领导者会做的事情 再比如去创造一些能够和专业之外的人合作的项目 你不能是财务的人 就只做财务的事 技术部门就只关心技术部门的事 领导者要横向的多部门的跨领域的工作来参与 这些工作可能是和人力资源部策划部 营销部一起合作的 让你的事业从自己单独的专业领域中拓展到全新的领域 一方面你对公司有了更深刻的理解 另一方面还能让你接触到很多和自己价值观不同的人 更重要的是在这个过程中 你从过去只能依靠等级这个纵向的往上提升 通过这种跨领域的合作建立了可以横向跨界的能力 这种能力对于领导者是特别重要的 除此之外作者还建议你应该在工作中找各种各样的机会 把你做的工作和事情过去的经历变成故事去传播出去 你要经常去演讲 这个一方面能够让更多的人支持和理解你们所做的事情 另一方面也在锻炼你 最后作者还说你要记住 培养能力的过程 不是说密密麻麻把日程全排满了就是好事情 要给自己留白把自己的日程放松一点 最成功的一些领导者 他们看起来反而是最没效率的那个 因为他们会空出很多时间来提升自己的领导能力 这就是一理解并践行 什么样才是领导者真正的价值所在 你照着做 第二你得把工作改造成一个能提升你能力的平台 你只有先改变自己的认知 模仿优秀的领导者采取这样的行动 你才有可能成为一个优秀的领导者 所以这是第一个 我们要改变对公司工作的定义 那第二个要改变的认知啊 就是我们对人际关系这件事的理解 你看我们刚才就提到 在领导者重新认识自己工作角色中 有一个重要的任务 就是扮演和承担一个桥梁的角色 去连接和整合各方面的资源 那究竟领导者对人脉的认识有什么不同呢 领导者一般都把人脉分成了三种类型 运营人脉 个人人脉和战略人脉 所谓运营人脉呢 就是指我们的同事领导客户 这些和我们工作密切相关的人际关系 他们的目的就是帮助我们更好的完成工作的任务和目标 调动组织内的资源 那个人关系呢 其实就是说我们的朋友啊 家人啊 过去的同学啊等等 这个群体主要是给我们情感支持的 虽然有时候他们还能给我们解决一些实际的问题 但是呢 一旦你成为一个领导者或者更高级别的时候 这些个人亲情关系 他们能够在其他领域发挥的作用就越来越少了 一个领导者啊 对他的事业发展真正重要的其实是第三层关系 战略关系 那就是那些能够在未来帮助你构建核心竞争力的人和组织 你和他们之间的关系 而战略关系恰恰是区分领导者和普通人的一个重要的认识区别 你有没有有意识的培养战略关系 就决定了你能不能成为一个优秀的领导者 那么怎么样构建自己的战略关系呢 哎作者在书中给了几个方法 第一个方法那就是作者很推崇的是要找各种机会来展示你自己 你得要让潜在的战略关系者啊 他们能够注意到你 正如伍迪埃伦说的成功的80%都在于自我表现 书中举了一个例子 是说有一个年纪很小的小姑娘去参加一次行业会议 那人家参会的人都没太注意这小姑娘 因为觉得一个年纪轻的小姑娘有什么好聊的 可是小姑娘在会议上一座主题发言 大家对她的认识和印象完全就变了 发言一结束一大帮人都跑过来找她 人们都不再关心她的年龄了 为什么 因为她发言之后 人们都知道她能为他们提供信息 有价值的信息重新定义了她 所以你也不要担心自己的年龄啊 职集啊 岗位啊 重要的是你能够通过展示告诉别人 你能给他们有什么样的价值 通过这样的展示自己就有助于构建你的战略关系 所以啊 这本书的作者就说 她呀参加各种会议啊论坛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 那就是要么她就不参加这个活动 如果要她参加就必须答应她一个条件 让她能在活动中发言 或者至少能够介绍发言人 换句话说 她特别深刻的理解 参加活动就是展示自己 这是一个积累自己领导战略人脉的重要方法 而很多人呢 参加了很多活动 都是作为听众在打酱油啊 那就很难发展出战略人脉 而第二个构建战略关系的重要方法 那就是要用好六度人脉的理论 也就是说 要让已有的朋友去推荐自己认识更多的朋友 第三个方法 要多维护重要的已有关系 来带动新的战略人脉关系 第四个方法呢 你还得多加入一些志同道合的兴趣小组啊 组织 比如读书会啊 什么某种沙龙啊等等 在这些领域 因为大家志趣相投嘛 所以可能会发展出未来的战略关系 其实这一部分讲的都是我们 怎么样构建有效的战略人脉 此前我们关于人脉 讲过一本非常经典的书 叫做别独自用餐 在这本书中啊 就把如何有效的发展人脉 做出了很好的解释 对人脉管理感兴趣的朋友 可以听那一期别独自用餐节目 好 作为一个领导者 最后一个要改变的认知呢 就是重新定义自己 为什么要重新定义自己呢 其实我们在逐步具备领导能力的过程当中 还会面临一个心态的问题 又得协调同事的关系 不同组织资源的关系 还要构建新的人脉 你会发现为了实现这些目标 你可能不像过去的自己了 你觉得和过去的风格啊 原则价值观是 有时候是相违背的 如果觉得有为做一个真实的自己 不愿意接受内心的自己 可能就很难成为一个真正的领导者 不过这里面就涉及到一个问题 什么是真实的自己 我们坚持的真实的自己 是不是只是过去的自己 作者直接给了一个很好的解决方案 你先别纠结什么是真实的自己啊 你可以把我们在成为领导者 这个发展技能的过程当中 有可能变成不一样的人 这件事理解成一个游戏 这个游戏呢 叫身份认知游戏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其实我在成为一个领导者的过程中 我是不断的尝试自己能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我是不是一个能扮演开朗的人 或者能扮演一个八面玲珑的人 还是一个能扮演老陈的角色 用游戏的心态来理解这个过程 其实有三个好处 首先因为我们觉得这个过程是一个游戏 那么我们从别人那里借鉴他们的方法 模仿新的角色就成了一个很自然的事情 第二呢 我们的心态也会发生转变 我们会从注重表现 转变为注重学到的东西 怎么样能够学得更好 第三 在这个游戏的过程中 我们不断的尝试 其实就是给自己在不断设定新目标的过程 让自己看到自己有新的可能性 发现其实 哎 我不仅仅是个内向的人 还能够有全新的角色出现 所以啊 我们如果能够把这个过程理解成一个身份认知的游戏 就更容易成为一个全新的自己 这就是重新定义自己 重新定义工作是什么 重新定义人际关系是什么 以及重新定义我自己是谁 基本上就把我们要成为一个领导者 需要进行的三大认知改变 进而采取行动的内容介绍完了 那么我们最后第三部分 讲什么内容呢 那就是讲 在这个转变成为领导者的过程当中 我们会经历哪些阶段 还会到哪些问题和注意事项 作者认为啊 在成长为一个领导者的过程中 每个人可能大致会经历五个阶段 这五个阶段分别是 第一个阶段 发现差异的阶段 也就是说 我发现要成为那个领导者 和我现状之间的状态 他们是不一样的 会产生一种紧迫感 到了第二个阶段 就是因为我要承担的新的任务 和新的角色 会给自己很多新的要求 会做很多新的事情 作者建议这个阶段 遵循的原则就是只加不减 就是说 我们先不要把过去做的事情啊 方法啊剔除掉 而是只增加新的做事的方法 等自己慢慢熟悉了之后 再慢慢去减少那些 可以不用管日常琐事 实现一个渐变式的改变 到第三个阶段啊 就是我们自己 学了很多新的管理的方法 而且技巧 这个时候会经历一段混乱迷茫期 可能身边的人会说 哎 你怎么和过去的 你不一样了 不像你了 而你自己也会怀疑 我这么做究竟对吗 我适合做这个吗 等等 在这个阶段 有这种认知混乱 做的说 你别担心 其实是很正常的一个阶段 别人的评价和自己对自己的认识 都会有这么一个过程 你要做的就是坚持 过了这个阶段 你就进了第四个 重新设定目标阶段 因为在前一个阶段 其实你踩了很多个坑了 你慢慢的意识到 自己做领导 什么是适合的 那些方法是不适合的 你比过去其实是更成熟 成长了 你就有能力重新设定一个 更符合实际情况的目标 所以在第四个阶段 你会修正自己此前的目标 真正理解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领导者 到第五个阶段 就是内在化 就是说 你把过去这段经历的认识 感受和经验 终于逐步吸收 形成了自己人生经验的一部分 你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 你是真正的成为了一个领导者 无论从你的行为 还是你内在的心态 这些就是 《逆向管理》这本书 给大家讲的主要内容 总结一下 这本书的核心观点是 如果你想要成为一名优秀的领导者 唯一的办法 就是像一个优秀的领导者 一样去行动 通过行动来改变你做事的方法 必须改变原有的认知和假设 重新定你的工作 你的人际关系和你自己 第一个要改变的认知 就是对工作的认识 一方面 领导者必须把重要的时间 花在那些长期的构建影响力的事情 另一方面 把你的工作改造成一个能力成长的平台 第二个 对人脉的改变 你要意识到 自己必须发展战略人脉关系 第三个改变 就是重新理解自己 理解到自己 其实是有很多种可能性的 你是一个 能够不断塑造这种可能性 成为一个全新领导者的过程 最后呢 作者还总结了 一个领导者成长的过程当中 有五个阶段 分别是发现差异 指甲不减 混乱迷茫 重新设定目标和内在化 这些阶段 我们提前理解和了解的 有助于我们避开那些坑 或者更好的坚持 帮助我们更好的成为一个领导者 有此时 我们在帮助我们 感谢观看